神仙姐姐新剧一开播 就为顾客擦起了皮血 她身为酒店大堂经理 每天的工作都被排满 就连男友给她发的信息 她都没有时间看 据少离多的恋情 最终男友提出了分手 虽然公司的男同事对她有好感 但她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搪塞了过去 这天闺蜜过来找她 却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天她便陪着闺蜜去体检 没想到闺蜜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这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历史让两人无法接受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保守治疗 她去医院看望闺蜜 虽然闺蜜看上去乐观开朗 但看到隔壁床的病原陷入紧急抢救 还是让闺蜜感到一阵害怕 这一幕都被红豆看在眼里 闺蜜想吃关东煮 红豆二话不说直接陪着她 闺蜜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 于是嘱咐她要好好生活 吃好喝好 多去跟人沟通交流 赚再多的钱都不如一个好身体 在闺蜜看来不生病就是幸福 红豆看着眼前的闺蜜 她还是气不成声地哭了出来 没过多久 红豆便接到了一则恶好 原来和她最要好的闺蜜离开了人世 红豆送完了闺蜜最后一程 她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平静 很快她也因为过度劳累晕了过去 好在她身体并无大碍 医生只是提醒她要好好休息 自从闺蜜离世后 红豆依然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她听着闺蜜生前留下的遗言 并嘱托她逢年过节 替自己向父母问候一下 自己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 只能让红豆替自己去看了 本想吃的喝的想玩的 现在只能让红豆帮她实现了 她还提醒红豆一定要好好吃饭 好好享受生活 敞开心扉多交一些朋友 毕竟总得有人来替补自己的位置 她听着闺蜜最后的遗言 瞬间崩溃地大哭起来 第二天她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提交了辞职信 没想到领导给了她三个月的带薪休假 于是她孤身一人来到了云南旅游 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 感受着当地的风土人情 然而还没走多远 就被迎面跑来的一匹白马吓了一条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又被一个追马的少年撞了一下 掉在地上的手机也被摔坏 出来乍到就遇到了倒霉事 等她安顿好住处之后 便通过打听找到了撞她的少年 哥哥听后气愤地追着弟弟打 弟弟满院子闪躲 这可把一旁的红豆看傻了 红豆见状并没有要求换个新手机 而是希望换个屏幕修一修 毕竟里面的东西对她很重要 男人得知红豆是过来旅游的 便向她做了自我介绍 两人的缘分便从这一刻开始 红豆表示修好手机会拿收剧过来找她 临走前还不忘说了一句 你别打她啊 我没打她 回去后红豆把自己的住处整理了一遍 还特意写上与闺蜜之前的约定 一定要吃好玩好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于是便出门来到了一家饭店 这里也是闺蜜生前最想来的地方 为此她替闺蜜实现了愿望 但在结账时却发现手机坏了没法付钱 身上又没有带现金 这让红豆陷入一阵尴尬 好心的老板娘急忙表示 这顿饭就算是请她了 可红豆并不答应 并表示自己住在有风小院 明天她就会把钱送过来 为了让老板娘心里踏实 她想把相机抵押在这里 但老板娘说没关系 当她离开后 一路上优美的风景瞬间让她的心情好了许 这本是曾经和闺蜜一起约定的旅游 现在只剩下自己替她走完没走过的路 欣赏她没看过的风景 也许是风景太过于优美 红豆竟然走迷了路 她向马场的工作人员打听方向 可男人一转身 竟发现是上午才见过的谢之遥 红豆卸过之后刚想转身离开 不料脚下一滑 只见她急忙捂住了鼻子 阿瑶以为她被蛇咬了 迅速跑了过去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她看 是因为没见过 没踩过 阿瑶看着她脚下的牛粪 给她出了一个好主意 你要不先把脚从牛粪都拔出来 红豆听后果然很听话 然而下一秒她就后悔了 立志无处安放的脚 立马把阿瑶当场逗笑 也许是牛粪为两人牵了一条红线 就这样两人再次走到了一起 阿瑶告诉她踩到牛粪是吉兆 说不定自己还能沾沾她的喜气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红豆骑着白马 同时也遇到了她一生中的白马王子 刘亦菲里线新剧一开播就如此劲爆 两人的缘分竟然是从踩到牛粪开始的 阿瑶让她把脚从牛粪里拔出来 不料下一秒脚就抽了出来 红豆摇摇晃晃的样子 瞬间把阿瑶逗笑 就这样红豆成功骑上了白马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晚霞把天空红透 迎着海面吹来的风 落日是那样的温柔 如此优美的风景 两人就在这里邂逅 很快阿瑶便把红豆带到一家商店 阿瑶还特意拿了两双拖鞋让她选择 25元的拖鞋硬是被阿瑶砍到了十块 小秦看到阿瑶付钱 心里顿时醋意大发 原来她一直很喜欢阿瑶 当得知红豆是过来旅游的 临走前还特意送了她一把花生 红豆对她的热情表示感谢 当晚阿瑶便请红豆在家里吃饭 隔壁的宝评审甚至还送来了牛肉 红豆也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饭后阿瑶将红豆送回了有风小院 她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遇到同租的房客 等到阿瑶离开后 这个胡有鱼开始对红豆打起了歪心思 她非要加红豆的联系方式 红豆说自己的手机坏了 然后便转身上了楼 当晚她把当天拍的照片都打印了出来 夜里做梦又梦到了闺蜜 由于昨晚睡觉没有关窗户 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多包 她本想下去倒杯水 没想到热情的大麦非要请她吃早餐 大麦看到她胳膊上被咬的包 她说自己房间里有沙虫剂和风油精 通过闲聊得知 大麦是个网络小说作家 平时不善言谈 更不喜欢和别人交往 等到红豆回到住处 大麦早已把沙虫剂和一本书挂在了门上 随后红豆便把整个房间全面消毒 接着她来到外面四处溜达 阿瑶一眼就认出了她 红豆看到阿奶在这里摆摊便走过来 阿瑶得知她要去咖啡店 立马表示她方向走返了 于是决定送她过去 可阿瑶带着她绕了一大圈 这也被红豆发现 阿瑶表示既然过来玩 多转一会也没事 看到红豆还没有去修手机 她竟然来了一句 既然被红豆发现了 她也只好摊摆了 她自称是这个村的颜值担当 矮角马王子 但她从来不靠颜值吃饭 每天都会在网上学习 毕竟初中毕业之后 她就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全都忘了 这可把红豆斗得合不拢嘴 不知不觉两人来到了尔海 看着茫茫的海面 感受着吹来的威风 阿瑶向她讲起小时候 跟着爷爷在尔海捕鱼的故事 不禁让红豆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 小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 现在的日子感觉过得飞快 两人漫步在海边 俨然就像一对小情侣 男人正在和美女相亲 当她一转头 却看到神仙姐姐吃披萨的优雅画面 瞬间被她的美貌所折服 直到身边的妹妹踢了她一脚 她才缓过神来 这时红豆也被他们的谈话所吸引 听到小春一直夸赞阿瑶的优点 阿瑶察觉到红豆朝这边看了过来 于是她极力阻止小春不要再说了 没过多久 当她转头再次看去 竟发现红豆早已离开了这里 顿时让她有些失望 这次的相亲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原来在阿瑶的心里 早已被红豆的美貌所折服 第二天一大早 红豆便来到镇上维修手机 可手机修好最快也需要三天 于是她来到商店想买个闹钟 店员小琴告诉她这里没有 她抓住这次机会便问起红豆 是不是和阿瑶之前认识 不认识 那她还让你气小可爱 我彩头爸爸了 我下次也要彩头爸爸 接着就问起红豆叫什么 许红豆 真洋气 我也有个洋气的名 我自己取的 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你叫什么 我叫Candy Candy 怎么样 洋气吧 洋气 红豆说完下的赶紧离开 她一边游览美景 一边吃着街边的美食 刚好路上遇到两个小男孩 正在捉弄蚂蚁 她一眼就看中了 小男孩手上的手表 转身抬头又看到不远处的商店 于是她立自为政 给两个小男孩买了一大包好吃的 手表轻松被她拿下 等两个小男孩离开后 红豆对着地面吹出一股仙气 瞬间解救了被困的蚂蚁 然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 当晚红豆透过窗户 看到阿瑶正在给阿奶洗头 这一幕立马让她想到 曾经疼爱她的老老 不禁让她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这天红豆和大麦正在院子里逗猫 却被阿贵沈英拉着去做鲜花饼 红豆学得有模有样 大麦学得也很认真 在两位老师傅的指点下 鲜花饼很快就做好了 香脆可口外焦内酥 两人还是第一次吃到 自己亲手做的鲜花饼 当晚红豆想给阿瑶送些鲜花饼尝尝 不料却听到了震惊的一幕 原来阿瑶的弟弟上课时闹肚子 裤子上拉的到处都是 阿远羞愧地让哥哥不要再说了 不然他立刻就去死 红豆本想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就走 没想到阿远大叫着冲了出来 不料静意外跌倒在地 红豆见状想要离开 可阿远抱着他的大腿就是不放 原来他害怕红豆将这件丑事说出来 为此他还堵住了大门 好不容易两人达成了协议 红豆表示自己绝不会说出去 然而没过多久 阿远的丑事便传遍了整个村子 红豆正在取维修的手机 就接到一通电话 乡下小伙爱上了城里来的神仙姐姐 可对方并不想搭理他 为了能博得红豆的芳心 他只好请阿奶帮忙 阿奶也是个明白人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阿奶听后感觉这个姑娘很不错 红豆看到眼前的阿奶 再次让他想到曾经疼爱他的老欧 随后他跟着阿奶来到路边出摊 阿奶向他讲述了阿妖悲惨的创业史 红豆听得津津有味 殊不知这是一段给他洗脑的故事 可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就连一个游客的身影都没有 阿奶的要求并不高 能赚点生活费就够了 我还给阿姨我也攒了钱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结婚用啊 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 攒了好多年了 攒了多少呀 我告诉我 这时红豆给阿远打去电话 阿远还在生他的气 一旁的朋友一把抢货手机 说出了具体地址 原来自从阿远的丑事被传的人进阶之后 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来到镇上的火锅店打工 可红豆并没有说出他的秘密 阿妖说这个不重要 不是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我讲的 我发誓 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 红豆并不想这样被冤枉 阿妖却表示整个村子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事 红豆立马明白他的意思 他反而认为是阿妖说出去的 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 那也不是我 那也不是我呀 重要不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找你弟弟最重要现在 顿时让阿妖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你心肠真好 有病 这次终于知道了阿远的下落 阿奶直接拉着红豆去找他的小孙子 半路正好遇到了去镇上办事的小村 于是两人便搭上了顺风车 到了地方阿奶就气冲冲地杀了过去 走到一家摊位 阿奶还买了一个东西 红豆以为阿奶很喜欢 于是便主动付了钱 没想到一会他就后悔了 只见阿奶来到火锅店 一眼就看到了阿远 阿远还想来个热情拥抱 不料直接被当头一抱 红豆这才明白阿奶买这个东西的用意 自己竟然成了帮凶 他急忙上前阻拦 可阿奶一直追着打 红豆吓得躲在了一边 这时阿瑶也及时赶了过来 他当走上前也被无意间打到了眼睛 红豆看到这一幕 瞬间愣在了原地 最终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就连阿奶想要拿勺子 红豆立马被吓了一条 他以为自己也会挨打 勺子 不打你 吃饭 原来阿瑶早就知道弟弟在这里打工 他不想告诉任何人 就是不想被别人打乱他的计划 回去的路上 红豆拍了一段视频发到了家庭群里 不知情的阿瑶又把自己夸赞一番 还自称是这里的村草 红豆的父母看到这段视频 只夸阿瑶这小伙子真精神 乡下小伙为了留住城里来的神仙姐姐 竟然主动为她扇起了扇子 还热吗 这个好喝吗 不好喝 西瓜汁 柠檬汁 苹果汁 他如此这般现殷气 原来就在刚刚 娜娜替阿瑶游说红豆留下来做一工 可红豆就是不答应 他说自己过来可是旅游的 两人在闲聊的时候 毕桌客人竟然逃单了 每个月都会出现过一两次 娜娜早已习以为常 红豆拿过单子看了一下 立马表示她去追回来 只见她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到了外面 后面还跟着一群小孩 还好被她及时追上 原来客人都以为对方买过单了 最终这207块成功被她追了回来 一群小孩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正好遇到前来的阿瑶 阿奶对红豆这位功臣满心欢喜 阿瑶却对她满是疑惑 这四面八方都是路 怎么就被你抓着了 红豆凭借她十年的工作经验 她看到客人手里拿了好多东西 肯定会到村口打车回去 小馆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 但酒店行业遇到的麻烦是更复杂 阿瑶看出她是个难得的人才 于是想要和她拉近关系 便主动约她今晚开烧烤派对 红豆本不想答应 但架不住阿奶在一旁的劝说 阿瑶对此很是高兴 就在阿瑶离开后 红豆便问起了一旁的阿奶 你们的阿瑶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此话一出 差点把阿奶枪过去 当晚一群人就在有封小院开启了派对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 就像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都说着自己开心的过往 一个个都笑得前腐后仰 红豆趁机问起阿远的丑事 到底是谁说出去的 阿瑶便悄悄地告诉了她 原来那天晚上一群小孩 趴在墙头外面听到了一切 红豆得知后瞬间笑出了声 两人亲密地举动 立马引起众人的注意 这天阿瑶来到小馆 又发现了很多管理和服务上的问题 还从那那口中得知 红豆不愿意过来帮忙 并让她另请端盘子的人 但阿瑶并不是让她端盘子 她只是想让红豆留下来发挥余热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但这事还得是阿瑶亲自出马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阿瑶以阿奶请她吃饭为由 便把她带到了集市去买菜 甚至还请红豆吃正宗的米线 还没等红豆吃上几口 阿瑶看时机成熟便发话 她认为两人挺投缘的 更是夸红豆为人特别善良 人也特别好 最主要是阿奶也特别喜欢 红豆一听笑的合不拢嘴 她认为阿瑶是在向自己表白 她并不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 虽然自己对感情很认真 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 阿瑶听后瞬间愣住 回去的路上红豆才知道是一场误会 阿瑶只是想让她对员工培训下 只要红豆答应 阿瑶会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回去后阿奶在红豆面前又演了一场恐惊喜 红豆似乎也明白了她的意思 当看到红豆走了出来 阿瑶立马结束了这段告诺 她之所以这么兴奋 是因为红豆终于答应去她的小餐馆做一工 红豆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管饭就行 随着红豆的正式加入 她从小春的口中得知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阿奶们经常迟到早退 她本想劝说下这些阿奶 没想到对方的一句话把红豆问愣住 你在和我们阿瑶耍朋友吗 耍朋友 就是搞对象 红豆本想解释一下 可秀英阿奶却对阿瑶的婚事操起了心 这本事正在开会 并生生给整成了相亲现场 阿瑶在一旁偷着乐 红豆实在是憋不住也笑出了声 她也终于体会到这个队伍不好待 都是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 人情事故混杂在了一起 可是没有规矩也不行 于是红豆决定和他们一起端盘子 因为他们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 需要一步步的纠正 红豆也意识到进了阿瑶和阿奶的圈套 阿瑶却表示从北京来的酒店大堂经理 对这些阿神阿奶来说 那就是权威 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这个道理放在哪里都不会错 果然在红豆的带领下 服务和卫生质量有所提升 但还是让他遇到一件头疼的事 这些阿奶会找各种理由提前早退 红豆一时间拿他们也没办法 就在红豆和马爷一起品查时 阿瑶匆匆忙忙地跑过来 直接将红豆强行拉走 他要向红豆介绍一个新朋友 红豆以为要去接待游客 没想到阿瑶也没有见过 不过阿瑶和他妈比较熟悉 他妈是大美女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然而到了地方才知道 原来是一匹母马 红豆也在这里见证了生命的诞生 当晚两人过来喂马 阿瑶说她是城里长大的孩子 肯定从小就没见过这些 可红豆却表示自己从小就住在乡下姥姥家 还到河里摸过鱼 甚至自己还亲自孵出过小鸡 但阿瑶并不相信 红豆的姐姐说过 人之所以孵不出小鸡 那是因为没有毅力 而红豆很想证明自己的毅力 然后呢 然后就孵出来了 真的假的 原来在她小时候 除了吃饭每天都把鸡蛋放在手里 姥姥告诉她母鸡只会带自己孵出来的小鸡 于是便把鸡蛋放了回去 果然没过多久小鸡真的孵了出来 姐姐立马封她为孵蛋大将军 长大后姐姐考上了孵蛋大学 姐姐却嘲笑她可以考孵蛋大学 阿瑶说她姐还挺能藏室 第二天红豆便对小餐馆进行了全面改革 并且还设置了全勤奖 两位阿奶一听全勤奖可以拿到200元 立马高兴起来 两人还商量以后可不能再迟到早退了 这招果然奏效 臂旁的阿瑶和小春高兴地笑出了声 就在讨论设计员工手册时 阿瑶还特意交代了一下 这是北京来的许经理要求的 是 坏人我做 反正我也不在你们村待那么长时间 过段时间就走了 乡村助农的霸道总裁 竟然爱上了城里来的神仙姐姐 地旁的小春也被阿瑶的这番话逗乐了 这时游客的孩子一直哭泣 红豆急忙走过去询问情况 可阿瑶的眼睛一直盯着红豆看 甚至还傻笑了起来 小春看出了她的心思 并提醒她红豆的租期不到两个月了 你别真的爱上人家了 人家可是要走的 阿瑶让她就此打住 不要开玩笑 没过多久 身为大学生村官的星星告诉阿瑶一件大好事 原来北京一家最有名的韶华书屋 要在这里开一家分店 红豆也认为这家书店挺精致的 服务态度也好 里面的糕点也不错 阿瑶想要提前准备一下 并希望红豆帮忙一起接待一下考察团 红豆本不想答应 但耐不住阿瑶的一通忽悠 她说接待的人员还给免费定制一套鲜亮款的衣服 星星也表示衣服上的刺绣 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红豆一听心里就开始惦记着那件衣服 于是急忙赶过去让大师量身定做 回来的路上两人在闲谈时 红豆手里的雪糕都化 阿瑶接过雪糕直接用自己的衣服帮她擦手 手法娴熟又是那样的自然 这让红豆有些不好意思 身为过来人的阿乃 早就看出阿瑶喜欢上了红豆 还请人家吃米线 可阿瑶解释那是做义工的条件 管饭 小春却表示为何不直接给报销伙是非 红豆说自己不缺钱 她当然让我吃好喝好玩 那她为什么单独带你去看生小马居 阿瑶却解释她总得带人家看看城里没有的东西吧 因为经常看到她在小院里动猫 应该挺喜欢小动物的 可阿乃并不这样认为 她说阿瑶看人家使眼睛都笑眯成一条缝 红豆表示自己是义务劳动 要是换作我 我笑得比她还开心 一男一女在一起 就只能是搞对象吗 我又不是来找对象的 阿瑶让阿乃不要想太多 她就是觉得红豆这人挺好的 也挺善良的 反正我喜欢 你喜欢你喜欢 你别扯着我 我看你也喜欢 我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你就是喜欢 阿乃还想要帮她一把 可阿瑶并不想让阿乃插手 万一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 然而当天红豆就来到了她的家里 阿乃看到她不停地剥弄头发 于是起身帮红豆扎起了头发 此时的红豆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这一幕都被阿瑶看在眼里 有了阿乃的助攻 看样子她的好事快要成了